为期一个月的基隆市议会定期大会一召开 原本要进行市长谢国良首次的市长市政总报告 不过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召集人 郑文婷和市议员张浩瀚提出临时动议 要求市长谢国良先回应自己亲自上街发面纸 并且在公车车体登广告 恳请基隆市议会支持公益青年就业补助电动机车计划 是什么意思 这个预算到底从哪边来 这个广告费是谁支付的 为什么要在开议的今天 让这样的车体广告上路 我认为在这个市长的市政总报告之前 必须先把这件事情厘清 如果议会没有人在今天之前就公开 或者是说这个预算绝对不能过 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 我不希望说行政权要介入到我们监督者的相关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关系 要不然的话讲坦白话啦 如果今天我们行政院长在四处的一个这里广告上面 希望立法院同样要通过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 难道我们立法委员就会坐在这边说 哦好我同意这样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国民党市议员健壮也发言 希望大会主席议长佟子委要依照定期大会议程 先让市长完成总报告 我们进入程序等市长总报告完了之后 再请各位议员提出意见就好了 电动车的政策只不过是市长政策一小部分而已 所以我希望主席能够依照程序来进行马上进行市长政策总报告 然后至于说刚刚有讲到说立法院各方面 我想立法院的部分的话都有经过很多的讨论或者是质询 其实跟我们市议会也是差不多 其实大家在网路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甚至于也可以去立法院看 那另外的话讲说行政指导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严重的 这个部分的话我是希望说我们在大会期间的话 大家还是以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市政总报告为一个核心 我想到那个部分的时候 再请我们市长充分的再补充说明就可以了 我想不必在大家议这个程序问题再做研讨 因为这个议政的效率是大家共同期待的 经过议长同志委斡旋 决定让市长先进行市长施政总报告 我想谢市长都已经非常清楚大家的意见跟想法 我想就请谢市长待会做市政报告的时候 优先把刚刚议员提出来的案子做一个说明 反正都在市政报告的系统里面 好不好 而市长谢国良也在市政总报告中 推动公益青年就业补助电动机车计划这部分 直接回应议员的质询表示 上街发面纸登车体广告都没有动用到公帑 完全是自己个人出钱 主要是个人认为 希望让市民朋友能够了解到 这个预算目前的进度 也是真心的恳请议会来支持 现在有很多的青年朋友 只要看到国良 就常常在询问这个案子的进度 可以感觉到他们是热切 而且很期盼 未来的这个的政策的实行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 跟各位跟议员来报告 目前是有面纸 以及公车看板两样的文宣品 目前已添购 已经进行当中 那因为考量到这个做法较为不同 那我们这边是以我个人的部分 来帮他吸收 并没有运用到 基隆市政府的公帑 那这个是我本人 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议员觉得 有不妥的地方 那我虚心接受 议员给我们的建议 或许在寻答的时候 可以跟议员们 在共同讨论 如何进行 较为适当 谢国良强调只是希望让市民朋友 了解这个案子的进度和施行 也真心恳请市议会 支持电动机车追加预算案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